自以为把男朋友跟朋友界限分得很清楚 其实根本就毫无下限 嘴上振振有词啊 全是他的道路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是最有道理的 什么事都谈到 就是自私的人 什么事 首先的立场就是我是对的 这年头还有不对自己好的人吗 那么傻子吗 就你最聪明 但最后吃大亏的就是你 视频中当场枪声评委的女孩 名叫小周 由于她夜夜生肖 每日都周旋在不同的异性身边 丝毫不顾及男友小颜的感受 所以无奈之下的小颜便找到了节目组 请求帮助能够改变女友 可谁料小周却是个油颜不尽的性子 台上无底线发言 反倒气坏了各位导师 那么她究竟都做了何时说了什么话呢 现在的问题是你说她夜夜生肖是吧 对 天天都去吗 有点夸张吧 基本上都是吧 这没什么夸张的 开始的时候吧 因为她比较喜欢去 我也陪她去过一次两次的 所有人她都认识 每次去就是所有人都需要跟她打招 或者都需要跟她喝酒 我觉得也挺不好的 并且出去的时候 她很少介绍说 这是我男朋友怎么怎么地 没觉得有什么可介绍的 跟我在一起不是我男朋友 我还需要解释吗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多大点事啊 刚一上场 小周和小颜的一番争论 就惊到了众人 毕竟夜店这种地方 对于女孩子来说 危险性还是非常大的 更何况熬夜还有喝酒 都非常伤身体 而小周却认为 她在这种场合形式 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这就难免让人潜意识地认为 她不算个好姑娘 虽说她也带了男友一同钱去 但是她却自顾自地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与那些异性谈笑丰盛 丝毫没有顾及到男友的感受 这作为一个女朋友 也是不合格 那么两人当初 究竟是如何认识的呢 我跟朋友打了场球 输的要答应对方一件事 我输了 他就让我穿了 挺怪异的一件T恤 坐在那个酒吧里 自己喝酒 多怪异的一个T恤 是一个白色的T恤 上面有两行字 写的是无聊 求搭讪 我自己坐在那块 后来他就过来搭讪 就这么久认识了 虽然现代社会 是个包容性很大的社会 交友已经不受限制 但我国大多数女孩 还都是非常矜持地 非特殊情况下 不会主动搭讪别人 更何况在酒吧那种情况下 去搭讪一位陌生异性 这样可以说 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可小周却直愣愣地上去聊了 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不是啊 我无聊啊 没意思啊 去夜店玩 姐妹们都去跳舞了 我一个人坐那 看她也求搭讪 就聊聊呗 就聊上了 啊 仅仅就因为无聊 就可以那么大胆地 去搭讪一位异性 小周的行为 不免有些随便 可是感情 却并不能像搭讪一样 随随便便就谈了呀 他们之后 又是如何发展成恋爱的呢 我对她印象也挺好的 觉得她人不错 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一起吃个饭呢 打打电话 发发短信什么的 后来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 都说爱情来了 挡都挡不住 显然小周和小妍之间的爱情 就是如潮水 两人都未曾挡得住 可谁料两人热烈的爱情 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就被小周一点点地毁坏了 什么叫事 我问你 天天晚上不回家 那也不叫事是吧 不回家 那我也没去别的地方 那我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那我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没听见 听了两人之间的争辩 众人难免为小妍感到悲哀 毕竟即便小周演示的再好 也能让人感受到的是 她对男友的不在乎 毕竟在现在这个社会 有几个人会真正地离开手机 一下子失联呢 而对此小妍也深深地明白 所以接下来 小妍便再次爆出了一件事 分手了 但是她那个男朋友 一直在家还在等她 有的时候会给她打电话 发点信什么 或许对于任何一对情侣来说 前任都是避免不了的话题 而小周与前男友 藕断思连的行为 更是让小妍难以忍受 可对此 小周却是这样狡辩的 那证明我好啊 值得有人等啊 你不现在也是吗 来录节目就想挽回我的吗 一样啊 对啊我知道你好啊 所以说我才这样吗 对啊 我为了挽留你吗 那你为什么说别人 怎么怎么怎么 等我怎么了 那那个前男友 到底断没断啊 断里啊 我们只是亲情 没有爱情了 我们以前谈的是爱情 后来就变成亲情 他四年怎么可能没感情呢 但是你说平常 家里有什么事了 我前男友还跑去看我妈 帮不忙什么的 挺好的你能吗 你行吗 你行吗 那你告诉过我吗 你跟我说过吗 我说了你能从北京跑到那 能做到吗 我能做 少来了 我一看就没戏 我跟你说 我不是看不起你 听了小周的一番解释之词后 众人不免有些惊叹 也为小周对感情的格式化特别好 朋友 亲情 爱情 他似乎分得很明确 可现实 若是他真的分得很明确 处理得很好的话 那么小妍如今就不会那么苦恼 来到这里解决问题了 然而小周却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有哪些不好 甚至还现场到打一耙地 挑起了小言的字 我平常在家说的 比如帮我把衣服洗了 饭做了 他都不干 我平时工作忙 你就不能做一点吗 我不会 我认识你说我告诉你了 你说你会 不是那姑娘你会什么呀 我啊 我上班挣钱呀 我靠他养我早死了 你搬去夜场 要花很多钱吧 不用啊 有女生去夜场花钱的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又不买门票 我开卡什么的 酒摆好了 人去就行了 就是有一些那个 开车送的男人在那等好了 是吧 是啊 还开车接我呢 打车钱都不要 他也没车 不得不说 小周这番里直气壮的发言 真是无耻之急 而且他这鸡蛋里头挑骨头的行为 更是令人怒火直窜 再说了 身为女朋友的他 应该在外维护一下男友的尊严 可他却一再贬低小言 这对于小言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因为对于任何男人来说 都无法忍受自己心爱之人 瞧不起自己没钱没车没房 明明在一起前 小周就知道男友的资金条件并不富裕 当初什么都不在意的他 如今怎么就对男友指示点点呢 况且小言如此不符合小周的择偶条件 当初他为何就在那么多男士中 选了小言做男友呢 就因为感觉他跟夜店里的不太一样 夜店里那些人是什么样 他是什么样 给描述描述 有了今天没明天 今天晚上睡一觉 明天早上都不认识那人呢 他不是啊 踏踏实实的 要不然什么都没有一三无产品 我能跟他吗 就是你看中的只是他身上那部分踏实 是吧 对啊 但是又能在夜店里找到快乐 是 那个快乐是有今天没明天 睡了一觉第二天都不认识 是吧 那种快乐跟我没关系 我不是有今天没明天的 要不然我也不会找他呀 我说是那些男人 实际上在你眼里根本瞧不起他们是吧 还行吧 都一样 小周的一番发言 可谓是让众人唏嘘不已 毕竟从外表来看 他形象好气之家 完全不像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 然而真实的他却是个把感情不当回事 甚至肆意挥霍小颜对他的爱 而他口中的那种还没完够 就想找老实人接盘的举动 更是令人不迟 于是台下的导师们也就此忍不住 对他进行了说脚 自以为生活很充实 其实是虚度年华 自以为把男朋友跟朋友界限分得很清楚 其实根本就毫无下限 嘴上振振有词啊 全是他的道路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是最有道理的 什么事都他道理 就自私的人 什么事首先的立场就是我是对的 这年头还有不对自己好的人吗 那么傻子吗 就你最聪明 但最后吃大亏的就是你 原本陆七老师 是被号称最帮女性的一位导师 但今天的他 最终还是折服于小周的无耻之下了 所以他率先便表露出了自己的不满 可是小周听了陆老师的话 却更为不服了 于是台下的曲伟老师也坐不住了 你也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东坡说 清风明月取之不竭 事项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空气是免费的 清风明月是免费的 爱情也是免费的 但我们就是不容易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 谁说让爱情是免费 没钱能活吗 对 你说的没事 还说起北风啊 有一种爱情 那不是免费的 那是坚强 真正的爱情都是免费的 赞同此理的鼓掌 你所说的不免费的爱情那都是交换 好吧 我知道我今天无法说服你 我只想告诉你的事 你可以不听我们的意见 一天到晚依然是夜夜升歌 纸醉惊迷 只是希望在真正到了某一天的时候 当你真正感觉到你沦落了 或者你孤独你伤心的时候 记住千万不要来找男嘉宾 不要来害他 就这样 我差点不会找他呢 图雷老师的一番话 犀利的指出了小周应该改变的问题 但是小周却好似一句都没听进去 然而不管导师怎么训斥 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两位年轻人的手里 上这个节目主要的目的 我就是想去挽留你 我也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现在我就是觉得你可能离我越来越远 有的时候想管你 有的时候还不想管你 管多了 怕你一气之下再走了 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觉得我挺矛盾的 我觉得你这样管下我 我觉得特约束 就跟一小鸟关于笼子里 你高兴了把我放出去几天 不高兴把门关着 我都在那里待着 看着你 每天都看着你 你觉得好吗 我不觉得好 在日上下去 我觉得会发疯会崩溃 如果 我觉得你能改变我 或者让我 做出任何让步 我只能做这么多 看得出来 即便小周做了那么多伤害小颜的事 小颜还是对她痴心不甘 仍旧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 和她好好过日子 但是小周却是个不堪被禁止着的鸟 所以她最后还是决定离开小颜 而小颜听了这些话后 也明白了女友的决定 于是她也选择了离开 可这样悲伤的结局 却是他们最正确的选择 其实很多人都分不清爱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 爱一个人没有结果的话 那么她就不该去爱 但其实你并不是想要有一个结果 才去喜欢一个人的 而是你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 然后去喜欢一个人的 所以爱其实是一个过程 但如果这个过程要变成爱情 那么必须是双向奔赴才能叫做爱情 如果只有一个人在付出 那这段感情就是单相思 那么这段爱情就不是健康的爱情 所以只有当你真正遇到了 那个向你走来的那个人 那你也要迈出步伐 与其一同奔赴 那才是最好的爱情 那么看完本视频的你 对于这个复杂的